42万的领克03加TCR到底是不是中国燃油性能车之光呢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唐主聊车 我是唐主 领克03加TCR没上市之前的试装车版本 其实领克就已经要求我去试过很多次了 但是正式上市之后的量产版 领克居然都没有要求我去试驾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 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得罪过他们的地方 好像只有去年的11月25号 领克邀请了我 但我没去 因为那天我确实有事 现代伊兰特恩邀请我去上赛提车了 这我真的没办法呀 谁让你们发布会非得选同一天呢 这换作是谁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同时去两个城市参加两场发布会吧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 教主那天其实也收到了两家公司的邀请 但他就机智地选择了上午去宁波参加领克的试驾 下午来上海参加现代的活动 两家公司都不得罪 反正从那天之后呢 领克公关小姐姐对她的态度 好像比对我要热情很多 这很危险啊 这离被拉黑只差一个导火索了 我得想办法补救一下 行吧 既然厂家不邀请我 那我就自己买一台来做评测 多大点事儿嘛 正好很早以前呢 我就对03家TCR充满了期待 也早就想买一台来支持一把国产了 03家TCR前驱版市场指导价42.03万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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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等别人提车之后我去借车白嫖吧 毕竟这个对吧 难道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长期拥有霸占他吗 人一定要这么自私吗 只要他跟别人能过得幸福快乐 我远远的欣赏默默的祝福 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级的爱他的表现形式呢 本来我以为我可能再也试驾不到03家TCR了 于是发了一条悲伤的动态 没想到B站有个up主叫爱车的曼巴 他提了一台 还看到了我发的动态 年前我俩就联系上了 他说他也特别好奇自己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水平 想等提车之后呢 邀请我去赛道帮他刷圈 又是一次新车价值42万的赛道试驾 我原本还有点瑟瑟发抖 不过考虑到这是跟领克修复关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其实我挺可控的 对吧 提前公关我这不就挺好 现在立马给我下个单 把钱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 或者给个年框啥的 这种文案我也能写啊 谁知道这个小姐姐 竟然只是随口寒暄了几句 说了一些让我客观测试的场面话 就没了 哎 真是 白让我期待一场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昨天晚上三点钟从北京出发 来到了江苏常州 为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这台 令克03加TCR 我相信大家很好奇了 对不对 那今天呢 我就要拿这两台车 来一场矿市的对决 那大家从我身上穿的衣服 就能看出来了 帽子 戴的现代N 衣服 穿的领克03加 哎 两家公司我都不得罪 那么 接下来他们俩的对决呢 谁胜谁败 与我无关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着这两台车 来一系列的 数据评测吧 OK 在零摆测试之前呢 我有必要对这两台车的状况 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的这台现代伊兰特恩呢 经过了一些改装 大致就是常规的轮毂 轮胎 避震刹车 进气 排气 程序 等等等等 这个好像该改的 不该改的 差不多也都改到位了 而我身边这台领克03加TCR呢 则没有任何改装 原厂出厂啥样 它就啥样 但是 我的这台伊兰特恩 即便经过了这么多改装 至少从账面实力上来说 依然是不敌 纯原厂领克03加TCR的 因为纯原厂领克03加TCR 从出厂一时 就是一台几乎武装到牙齿的高性能车 它原厂的优化方向非常正确 主要是围绕以下这几个方向来做的 第一是加大马力 同时优化了散热 动力系统呢 换装了北极星的2.0T 涡轮增压加机械增压的双增压机器 最大马力350匹 最大扭矩450牛米 第二是减重 03加TCR摘掉了沉重的四驱系统 取消了后座 前面直接是两张轻量化的铜椅 后门呢 直接用一张碳板作为覆盖 连内侧的门把手都没配 后玻璃呢 更是直接用的亚克力 其他的隔音材料也是能拆的 几乎全都拆了 跟赛车的做法几乎别无二致 所以这个车呢 从03加的1645公斤 直接减到了1495公斤 可以说硬核到爆炸 第三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加装了宽体 虽然只加装了前轮 但是他起码前轮能塞进265的大宽胎 而且他前轮出厂就标配了265的新款Cup2C 后轮是245的老款Cup2C 抓地力简直爆炸 米其林大法好 纯不我气 第四呢 就是战斗感氛围的营造 03加TCR更是直接拉满 前唇 恶摩尔 后扰流 俄锦是大唯一 能增加多少下压力 目前还不太清楚 但至少 他们帅 且都是原厂舰 走在路上光明正大 再也不用害怕交警叔叔请喝茶了 之前领克官方声称呢 纯原厂状态下 有马清华驾驶 宁赛能做到2分03 那即便我去开的话 起码也能2分03 这个 多一点 这可是一个比领克Cup 统规赛赛车还要快的成绩 所以从账面的数据总结来说呢 相对改装的伊兰特恩来说 03加TCR在纯原厂状态下 重量几乎跟它没有什么差别 除了没有大清脚 以及变子将要吃点亏之外 其他诸如动力参数 轮胎宽度 轮胎的抓地力 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所以呢 数据键盘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废话不多说 先来拉个零百测试 注注信吧 317匹的伊兰特恩 零百测试成绩是5.47秒 这个成绩并不算快 甚至还不如教主测试的 原厂5.35秒快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350匹的领克03加TCR 在同样的场地 天气路面的条件之下 零百能到多少吧 经过实测 领克03加TCR的 零百成绩是5.51秒 跟改装伊兰特恩的差别呢 在毫厘之间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我必须在这先叠个假 双方的零百测试 我都进行过很多轮 各种方法我都试变了 车主也全程在场 而且我们是在晚上做着测试 地面非常的冰凉 起步一定会吃不少的亏 最重要的是 在普通路面上 前驱车的零百极限 差不多就是4秒尾5秒头 所以假设有别的 领克03加TCR车主 能比我们更快 也很正常 因为测试条件不一样 每台车上下略微 有一点点小小的浮动 都属于正常现象 只要不是赛道GSUV那种 官标6秒 实测7秒6的差距 大多就能被人理解 零百测试呢 只是一个初段 加速能力的体现而已 真正考验加速能力的 是616的测试成绩 那么问题来了 350匹的领克03加TCR 跟317匹的伊兰特恩 到底谁的616成绩会更强呢 它们的差距会在多少呢 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答案 打在公屏上 我数3秒 大家买定离手 接下来我来公布测试结果 616加速成绩 更快的车就是 领克03加TCR 旁边的改装伊兰特恩 这个结果让人非常的惊讶 改装伊兰特恩 在略带下坡的路面 最好的成绩是7秒46 而在略带上坡的路面 最好的成绩是7秒87 而领克的03加TCR呢 在略带下坡的路面 最好的成绩是8秒07 而在略带上坡的路面 它的最好的加速成绩是8秒24 不管是在上坡还是下坡 双方的差距都还是比较明显 大概是在0.4到0.6之间 说真的 这个结果非常的突破人的固有认知 没有测试之前 我敢打赌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 弯道里双方谁胜谁负不一定 但是直线上350匹的领克03加TCR 一定能拉爆 马力更小的改装伊兰特恩 对吧 但是谁能想到测试的结果 居然是这个呢 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敢相信 为了防止有人抬杠 也为了测试的结果能更严谨 我不仅反复测试了很多把 而且我还害怕 会不会是因为 我不会设置领克的最强模式 所以导致无法输出它的最强功率 我还让车主自己亲自来测了 但是最终测试的结果还是一样 而且他们不是只差一点点 是差了0.4到0.6秒 这个数字呢 就跟操作没有什么关系了 而且616呢 它本身也不存在什么起步打滑这种问题 所以操作上的锅呢 你也找不了 这个我猜啊 纯粹就是动力输出的问题了 我猜要么是这个车轮上马力 可能比较虚 要么就是这个车轮胎太宽 所以阻力大 而伊兰特恩呢 轮胎本来就窄 还调了轻角 直线的时候接地面积更小了 阻力小 所以才更快 但是这都是我瞎猜的啊 没有科学依据 反正测试完之后呢 我看到了车主满脸的失落感 而他对于明天的圈速测试呢 也不再抱任何期待了 但是 他还是坚持让我刷 可能呢 他也是想看一下这个车 到底圈速能拉跨成什么样子吧 所以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两公里长的天马赛道 上次我测试纯原厂伊兰特恩 上场的第一圈就飞到了1分14秒14 那么经过了这次这么多改装 它的圈速究竟能到多少呢 大家可以把你们猜测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那么接下来 先拿我的改装伊兰特恩出来打个样吧 OK 改装伊兰特恩天马飞行券正式开始 这台车刷完程序之后呢 马力大了41匹 尾速到了167 比没改之前快了5公里秒时 不要小看尾速差5公里秒时 伊兰特恩没有学习过的引擎模式 跟学习过之后的引擎模式 尾速差不多就是差5公里秒时 但是 没有学习过的引擎 你就算跑到死 小赛道起码差0.5 大赛道起码差到1秒 4号弯速只有75 一开始我以为是失误 但我后来看了几乎所有飞行圈 弯速差不多都在这附近 甚至还要更低 这就不是驾驶的问题了 一定是轮胎墙推得过于靠外了 对吧 前方的7号弯向来水都很多 只要上海一下雨 这个弯三五天之内肯定干不了 但是本堂主的过弯速度 还是到了92公里秒时 还可以啦 重刹转进9号碗路肩吃得非常深 可惜了 这伊兰特恩要是有类似云年那样的高级底盘 哪里还用得着吃路肩 直接全油门就过去了 还不带一点测轻 韩国人技术还是突样啊 连续碗里 这车几乎贴着水马墙过了 离得非常的近 进最后一碗更加暴力 轻刹一脚 车还没有丢进碗里 油门就已经跟上了 这伊兰特恩我刷完之后就一个想法 还是得换大宽胎 现在是直线猛的一批 但弯里还是略显吃亏 最终全速 1分12秒8 改装伊兰特恩的最终圈速是 1分12秒8 这个成绩对比原厂1分14秒1的成绩呢 快了1秒3 说真的 这个成绩完全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 但是 请容我找那么一丝丝的理由 这肯定不是我开的不好的问题 而是当天的七号弯 弯心有水 同时呢 米其林占助我的这套18寸轮胎 只是一套普通的Cup 2 我后来也是问了才知道 这个配方的Cup 2 更多是为了兼顾雨地的性能 有着明显的全能型取向的风格 对比纯干地取向的Cup 2 抓地力有着明显的劣势 所以呢 如果有一套更性能一点的Cup 2的话 这个车的圈速绝对是 起码能到1分11的 而且呢 测试当天有一台轮上350匹 且用了275胎宽的 闪躬尾托V0ER轮胎的思域泰白 在本地地头蛇车手的驾驶之下 圈速也就1分11秒7 所以不是我开的问题 是这个地面状况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一点很重要 理由找完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616成绩平均要比改装 伊兰特恩曼0.4到0.6的领克03加TCR 在这个地面状况之下 又能跑到多少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车主本人的预测吧 616的成绩跑完了 那么问题来了 明天咱们就要去跑天马 你觉得我跑你这个车能跑多少 我现在保守点可能15到16吧 行 那咱就明天看 那么你们觉得车主的猜测是否准确呢 03加TCR的成绩 是不是真的会像车主想的那样 那么拉胯呢 你们也同样可以把你们的答案 打在公屏上 那么接下来万众期待的时刻到了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03加TCR量产版国内赛道手册 多做 OK 领克03加TCR量产版 真正意义上的国内赛道手册 正式开始 1号碗尾速166 比伊兰特恩只低了一公里秒时 这是因为领克的轮胎更宽 且没啥轻脚 所以它可以刹得更晚 听听这双增压的声浪是多么的美妙 赶紧火了 呀 18世纪啊 前面有慢车啊 你这是要毁了中国品牌吗 还好它并没有挡到我 不过我预判不了它的线路 还是提前收了一脚 多少还是影响到了一点 一会儿圈碎而不行 就直接把锅甩它身上 转过5号弯 轮胎宽就是好啊 出弯有水都不带打滑的 这台车驾驶的各个方面 都跟大家固有认知 完全相反 7号弯哪怕滑了 弯速都有92公里秒时 这一点确实不是245太宽的伊兰特能比的 正常大家都会认为 这个350匹的领克是直线快 弯道慢 但实际上它是弯道快 直线慢 哇 这台车就进连续弯 简直是如鱼得水 我贴枪贴得更近了 但是一点挣扎的感觉都没有 然而前方又有台慢车 其实大哥为了让我都快进草地了 也算人之意境了 但我一圈狱的两次慢车呢 心态确实有点爆炸 我就怕成绩万一刷慢了 回头领克的粉丝攻击我 好在成绩还行 最终充现 1分13秒5 领克03加TCR的最终圈速是1分13秒51 这个圈速虽然没有能战胜改装的伊兰特恩 但是已经算挺快的了 反正至少它大大的超出了 我跟车主的心理预期 在天马原厂前驱车的历史榜单里 它居然神奇地站到了第二名 而且它相对原厂的伊兰特恩快了0.6秒 且只比天马最速原厂前驱车 思域泰宝慢了0.03秒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台车我一共只做了两个飞行圈 因为本身一开始车主对它也没啥期待 我寻思也别把人家大新车刷得太狠 毕竟啊 这个42万大新车刷圈的前车之鉴 至今还历历在目 对吧 所以我寻思呢差不多就得了 因此呢我刷领克03加T3R的第一圈 其实就是上级放胎压的 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用2.74的高胎压 第一圈就轻松做到了1分13秒9 啊这个全速一出来 车主抑郁半天的眼神 终于也有了久违的光芒 我俩当时真的都挺惊讶的 照理来说616成绩慢那么多 赛道里有那么多大指导 应该会慢的更多才对 但是没想到上场第一圈这个成绩 不但完全不丢人 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慢 而在放完胎压之后呢 紧接着我反手就刷到了1分13秒51 而且这一圈多多少少还被两次慢车 影响到了一点点走线 不然肯定会更快 可以说只要再给我一圈破掉太阳 1分13秒48这个天马的最速原厂前驱车记录 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是尴尬的是 当我刷完了伊兰特恩下来 准备刷最后一节03加T3R的时候 才发现我算错了时间 车呢才刚上场 就全场红旗 赛道日结束了呀 哇我当时心里那个气啊 那个不甘啊 哎甚至在冲过最后一弯的时候 我都开足了全油门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 宁愿违规我都要再冲最后一圈 但是呢 到最后我还是一脚刹车 直接回到维修区了 因为刷圈可以下次再来 但是坏了规矩呢 万一引发了事故 这就不好了 只是呢可惜呀 没破掉原厂泰拔的天马记录 哎都怪我太菜了 放完胎压之后 要是一圈就破了 不就没有这些破事了吗 车主也超级遗憾 我俩都很难受 这真的是中国自己家的性能车 第一次有机会正面硬碰硬 干掉同级别全球最顶尖的性能车的机会 哎真的是可惜死了 我今天有一个感觉 就我觉得对不起你 因为你那个车后只刷了两圈 你这让我看到什么叫做一圈超人 不吹牛逼说啊 第三圈如果让我上 不说多了 你说抠0.1能不能抠出来 肯定能 百分之百能 因为我看了一下log图 他跟那个伊兰特文 扔完差点啊 我们不抠0.1 我们抠0.04 就是天马最快 原厂的全驱车 我跟你说 我今天特别遗憾的点 就在这里 就是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真的觉得 03加TCR这个车 肯定不会快 那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就是一圈就能这么快 真的 以我的水平 我一圈就能刷出来 两圈都是13 一圈就能刷出来 这车我真是不太熟悉 我上去还在找烧热点 我们第一圈 胎压还太高 第一圈是2.75 2.74 2.74 2.74 应该是 对 而且是 散热了之后 下来之后 2.74 嗯 然后第二圈 我发现把胎压一放 上去就13.75 对我车主来说 我觉得 可以说是惊喜的 对 这个成绩怎么说呢 方天马肯定是不慢 但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 我觉得有点对不住 03加TCR的车友们 不存在 就是我觉得 嗯 哪怕以我的水平 随便再刷一张 肯定能快 肯定能快 真的 这两个 不用去 然后 大家也知道 就天马的话 我们跑的是他普通的那种 两小时的赛道路 所以我们也很难找到床口 对啊 也就是这两圈的床口 对 床口还真好 对 对 随便 我这么跟你说 就肯定能快 肯定不止这两圈的座 所以我觉得它 应该是可以说 是 那个天马 最速的情区 至少在国内市场 远场 远场 但是现在就差了 太平衡 0.03秒 就很恶心 不过呢 这份郁闷的心情 很快我就从领克公关小姐姐身上找到了 当时公关小姐姐微信里急不可耐的问我做了一个什么成绩 我突然灵机一动 故意把最快的那一圈给引掉了 发了一个非常慢的拳速给她 果然啊 小姐姐心情瞬间就不好了 笑容并没有消失 只是从她的脸上挪到了我的脸上罢了 我当时心里盘算的是 等我发节目那一天 真正公布圈松那一刻 我再彻底告诉她真相 彻底惊艳到她 感动到她 这一波跌宕起伏的反转 必然能让我在小姐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我今年跑比赛的赞助 年筐还用发愁吗 那他们还不咔咔下单啊 我他妈简直是个社交天才 那领克03加TCR这个成绩我能发吗 你要觉得就是对你内容有好处的 我觉得OK啊 但是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明 首先你的这个状态 改装车状态 不过在听到公关小姐姐明知圈速不好的时候 还让我该发就发 只是把客观情况客观说明一下就行的时候 我被她的真诚真的打动到了 于是呢我就当时就告诉了她真相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你想不想听 我刚给你发那个 我刚给你发那圈速是假的 骗你呢 然后 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小姐姐直到现在也没有再理我 再说回到改装伊兰特恩 跟原厂03加TCR的数据对比吧 伊兰特恩几乎每条直线尾速都比领克要高 虽然高的不多 但是在很多弯道里 却反而还输给了领克 这就很不符合大家对于领克的固有认知了 这主要其实还是因为领克通过大幅的减重 以及加宽轮胎 让弯里的动态确实轻巧灵活了不少 甚至我觉得我找到了几年前 我开领克卡普统规赛赛车的一点点感觉 不过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它身上依然还是有不少缺点的 比如说它的转向手感不好 还是非常的买菜 这体现在它转动方向的一开始 力回馈让人很有信心 但是也就那一瞬间 当你翻盘转的更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翻盘没有什么手感 也没有什么回馈 转向比也很买菜 我上手的几乎一瞬间 我就跟车主反映了这个问题 车主说你感觉太灵敏了 这个车用的是以前老的领克03的方法 根本就没有换 其次是这个车的变速箱还是不太聪明 出弯的时候 尤其是进入一些低速弯的时候 它还是不能在第一时间卡住你想要的挡位 总会有一些拖沓延迟感 不够干脆利落 尽管这真的不会影响到圈速 但是主观的驾驶感受 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太完美 但是没有办法 爱信的横置8AT 底子也就这样了 领克的工程师尽力了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车的底子还是太重了 都减重这么多东西了 但是它居然还有一吨物 可想而知 北欧的这个CMA平台本身得有多重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北欧的那几家车企都太注重安全性了 所以铁啊钢啊就跟不要钱一样往车身上对 搞得车子重的跟个衬驼一样 真的是难为领克的工程师了 第四点呢 就是这个车的日常驾驶感受 说真的有点太过于硬核了 排气乌隆乌隆还带点猫叫声 马力出段就特别猛 大马路上但凡油门稍微给大点 随时随地感觉在扯你的方法 底盘座椅也都很硬 它日常性格跟伊兰特恩完全相反 伊兰特恩日常就跟七万块的普通伊兰特一样买菜 但是赛道里又跟疯狗一样快 但03家呢 不管是赛道还是日常都跟疯狗一样 随时随地暴走 哪怕你日常给它调成ECO模式 都跟疯狗一样 在对性能车的理解上面 这台车的火候 我觉得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 或者呢 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还是太敢工了 但是咱话说回来 这个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有的人你架不住人家就喜欢这种 日常就跟七里三RS一样硬核的车 也说不定 对吧 第四点呢 就是这台车在一些细节上做的真的很敷衍 但是它有一些 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 比如说 它的排气是可以开关阀门的 但是 对 它方向盘上也有按钮给你去开关 就这个嘛 对 但是当你开或关的时候 它的车机中控 包括它的按钮 没有任何显示说 我开了阀门还是关了阀门 这个指的你去 我作为车主 我能听出来它开还是关 但是我刚拿的时候 我真的看不出来 我开了还是关 交进来 我说关阀门 关阀门 关阀门 我也不知道自己关了 没有 这个东西很让人费解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 做一个显示就好了 对 包括说显示 像我看到唐竹林的N 上面有很多 你切到驾驶模式的时候 它有很多驾驶模式 可以调节的一些 很有战斗的一些界面 对 但是领克03++ 这台TCR就没有 这里也没有做给我嘛 整个中控屏就是一个 横补送03的中控屏 甚至 对 那台车都是03 不是03加TCR 哦 就是那个 你给它调出来 我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03加TCR 这个是03啊 对 我的天 这有点 这怎么说 有一点点遗憾吧 我觉得如果说你做不到 像我可能在上面看一些 机油温度 温柔温压压力 至少你把这个换成03加TCR给我 我先声明啊 这些是车主吐槽的 所以领克公关部的人 不要找我麻烦啊 那从这些细节 其实就能看出来 这台车上市 确实非常匆忙 而且非常赶工 很多细节都做得非常一般 这主要还是因为 吉利整个大集团的 战略方向变了 他们要整体拥抱电气化 要做电动车 插混车去抢市场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吉克变成了吉利集团 最炙手可热的香伯伯 而领克呢 明显话语权就低了不少 尤其是性能车部门 那更是领导眼中的败家玩意儿 没把你项目毙掉 已经是还恩浩荡了 还想要预算继续开发 那肯定是门都没有 我猜啊 如果不是因为工程师苦苦坚持 同时手脚够快 这个项目多半要黄 不过我必须说明的是 尽管在如此赶工的情况下 它的底盘 机械的完成度水准还是在线的 至少跟我之前开过的 试装车版本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猜啊 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太赶了 预算太少了 话语权太低了 所以领克的工程师团队 只能先把底盘 机械 散热 这些最核心的调教 放在了最优先级 至于车机 跟显示的其他的一些细节 他们可能是真的 没有时间也顾不上了 它的圈速够快吗 我觉得肯定是算快的 虽然不是这个级别最顶尖的 但是差距真的很小很小 当然了 肯定会有人说 它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圈速 离不开原厂265的大宽胎 以及出厂就标配的Cup2C 但是 Type-R用的也是265的大宽胎 虽然Type-R原厂的PS4S 的确会比Cup2C慢一点 但是这已经是中国性能车里 做过的最顶尖的产品了 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各位就明白了 就好比说 目前某个国产电车 用一套同样宽度的Cup2C轮胎 跟保时捷的Taken 用PS4S 在圈速上几乎打成了平手 虽然这个国产电车 可能在硬实力上跟Taken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但是 它是不是已经足够能让人觉得非常自豪了 领克03加TCR 差不多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当然了 定价42万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着实是有那么一捏捏的高了 它的这个定价呢 甚至让它的这个圈速 都显得不是那么惊艳了 这么说吧 我对于这台车的评价是 如果它定价42万 我对它的评价就是 领克产的怪物 在宁波港登陆 如果它定价38万 我对它的评价是 吃人的魔鬼正在向性能车爱好者挥舞镰刀 如果它定价35万的话 那我对它的评价是 可接可赛 可玩的03加TCR 正在激烈角逐千驱性能车市场 如果它定价32万 那我对它的评价是 350匹性能车正在让Tain R丧失光芒 而如果它定价28万的话 那我对它的评价是 极富东方美学的轻量化硬核性能车 接近斩杀伊兰特恩 如果它定价25万的话 那我对它的评价是 重新定义性能车市场的领克 将永存于它忠实的粉丝心中 那么OK 以上就是本期 唐主撂出的全部内容 我是唐主 我们下期再见 兄弟们 给我三连 好吗 那领克03加TCR 这个成绩我能发吗 你要觉得 就是对你内容有好处的 我觉得OK啊 但是 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你 首先你的这个状态 改装车状态 现在还有谁给你搞这种东西 是 中国车系哪个应该 你看人家在那边宣伐 那个什么高铁 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这老老实实做赛车 是吧 人家在那里什么摇摇车 我们在这干嘛 我们在给你搞防滚架 拜托 是 你也知道 这个东西出来不是来说是就是大家糊弄糊弄 我们也是在有限的条件上做的最大的努力 对吧 嗯 有些理由就是 是 就是汽车工业商里面 它它会缺陷 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这个就是可以瞬间就挽到超车了 不一定要 是的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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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们玩这个东西还是要引导 就是大家都理性看待我们的赛圈运动 才能真的发 就是发展嘛 对吧 是 好 像你们这种大批 大V P站大批 200万播放的什么很牛 我拍摄200万播放也没有几个R 是不是 你看就是 两个账号都做得这么好 中漠剧车牛皮子了 那凯迪兰克改装我都看着了 都被认真关了赏 我觉得是不是 这样比较多我们就是 也不像 我觉得你们没有来公关 我说让我做个假全素 我觉得很感动 不用不用 这个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我们有领导 或有同事要我来做这个事情 我肯定迷迷无故的 我会装死了先 这是对你们不尊重你知道吗 这也对我们自己的产品不尊重 我们产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牛逼牛逼牛逼 这就是我尊敬领克的原因 这是说真话 就是我要让你来做这个假的 那我们说实话 这个产品也差不多就到头了 对就该还了 没这个意思 突然就是我们之前做的 每一个独立都白费的 但凡我们这次做假 但是我们从03 03++ Racing 什么SUN 什么SUN啊 像这个TCR版啊什么 我们就是 真的就是花了一大堆努力 在那里磨了这么多年 我说我要你说不做的 还是造假的 不会的不会的 但是我一直 我看你 你看我跟你沟通的时候 我也很明确跟你讲 我不会让你说不拨 你知道你不要跑 到底怎么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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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嘛就 我刚才那个好消息吧 你想不想听 想听 嗯 我刚给你发那个 我刚给你发那圈 就是假的 骗你的 哈哈哈哈 我逗你玩呢 哈哈哈哈 我本来想再瞒你 瞒久一点 但是我听你说 这个不让我弄虚作假 你们不坐摇摇车 我还挺感动的 就就不瞒你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跟你吓一跳 哈哈哈哈 但我知道 就是 我我看到差那么多 我很震惊 我会有点震惩 哈哈哈哈 我觉得 我觉得你差那么多 你知道吗 哎 我逗你玩了 我把那个有效圈标记 标记无效了 然后就把 哈哈哈 一个坏东西 哈哈哈哈 一个坏东西 一个坏东西 坏东西 坏东西 坏东西